欢迎收看Focus世界新闻 我是韦佳琪 头条焦点 依旧要带您关注到的是 一巴冲突的焦点 在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跟国防部长加兰特 他们周四现身加萨边境 纳坦雅胡上集结完毕的 以色列大军要求他们做好战斗准备 更说很快就会打下 这卡马斯大本营的命令 暗示的地面战似乎是随时开打 爆炸巨响后被击中的高楼 冒出大量黑烟 从以色列看过去都能看到 加萨大楼被炸的爆炸火光 以色列空袭火力升级 因为大战在即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周四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现身以色列和加萨边境 视察驻扎当地的以色列大军 暗示地面战将全面开打 不过加兰特也说要铲除哈马斯 可能要花上数星期甚至数月 但会坚持直到任务完成 以色列坦克大阵仗在边境扫荡 确保开阵前加萨附近没有哈马斯民兵 以色列同时也在约旦河西岸 展开大规模反恐行动 周三和周四连两天抓获63名 哈马斯特工 传出哈马斯联合创办人兼发言人 约瑟夫也在被捕行列 TVB新闻最后报道 加萨南部城市游甘尼斯 当地时间19号遭到新一波空袭 住宅大楼被炸 至少是三个人死亡 很多人明明都已经逃到南部 却仍旧逃不过已军的空袭 最惨的是 当地的医院也开始没电 医生无奈地表示 缺乏医疗资源的状况之下 只能让部分的伤患慢慢等死 医生巨响 现场所有人拔腿狂奔 加萨南部城市甘尼斯 当地时间19号在遭空袭 整张脸全是灰 还留有血迹的小女童 被救护人员抱着冲进医院 伤患一个接一个 救护车疲于奔命 当地人只好出动小货车 运送伤患 躺在担架上的伤者悲痛哭喊 秘密身在南部城市依旧逃不过 乙军无情轟炸 外媒报导19号这波空袭 当地最古老的圣波菲瑞斯教堂 和当地的住宅大楼遭到击中 至少十三人不幸死亡 当中包括孩童 侥幸躲过空袭的民众 看见家园被炸成废湿 情绪溃提 以军连番空袭切断当地水电资源 甘尤尼斯当地医院 医师只能摸黑救治病患 没有足够电力和医疗设备 不少伤患被迫等死 逃到南部也躲不过空袭 加萨平民成为以巴冲突下 最无辜的受害者 TVB新闻会声报道 而在加萨的南部 持续遭到以色列轰炸 医疗的系统也已经不堪负荷 网山者只能摆在路边 有居民带着一家四十口避难 在联合国提供的营地帐篷里面 来搭营 跟孩子一起流落街头 他们说家园彻底被破坏 什么东西都拿不走 家当就只剩下身上的衣服 很难想象这原本是人住的地方 空拍机记录下 整区建筑物被移平 扬起灰烟粉尘 这里是加萨南部附近 撑不住以色列的接连轰炸 四栋住宅大楼被摧毁 成了一片废墟 而在往中部走 戴尔艾拜来这座城镇 街头只剩哭起神 白布盖着一具具尸体 家属们围绕在旁 低头哀悼 亲手祈祷 毁灭性的袭击 医院也已经不堪负荷 这些往生者 最后只能被三轮车 带着走 而幸存下来的人 每天都在面临死亡 所以他们现在能做的 就是在残破建筑物的瓦砾堆中 东翻洗澡 多少紧一些还能用 还能穿的 加萨居民被迫流落街头 有些人则是到联合国 提供的营地避难 用布搭起帐篷 这就是他们的家 一家四十口全挤在这 而镜头在转到 另一处的婚礼会场 也变成空袭避难处 说是避难 但在这里真的安全吗 想保护小孩 却也自身难保 空袭来临 生命都掌握不在自己手上 加萨居民的日常 每天都期盼希望出现 却也每天都在为死亡 做准备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尾巴冲突 至少造成了加萨 3785人死亡 国际组织坦言 这人道的危机 已经爆发到边缘 虽然埃及同意 在20号开放关卡 放行救援原力跟物资 但是有一名埃及籍的 英超球星 他现在特地拍片 会与各国领导人 要更团结 来帮助这些加萨的百姓 在阿拉伯地区 人气超夯来自埃及的 足球明星萨拉 眉头伸索 语气沉重 拍片呼吁 看不下去 尾巴冲突的惨况 更心疼居民们 在物资短缺的状况下 挣扎生存 商民获大上全空 不然就是剩零星几冠 还能撑多久 没人敢保证 这场冲突 已经造成加萨 3785人死亡 国际组织说 人道危机 已经到爆发边缘 而经过美国总统 拜登的斡旋 物资救援上 终于有了新土国 警官美国 正在跟联合国合作 确保人道物资 可以快速运送 怕的是 就算真的开放 送货入境 可能因为空袭被毁损 而在埃及边境 也有好几辆卡车 等着入境 只是埃及始终坚持 物资可以送出去 但难民不能进入 谁都不敢赌 毕竟就牵涉到巴勒斯坦人 建国的希望 同时也担心恐怖分子 跟着难民一起混进国内 或是收了难民 破坏埃及签下的和平协定 牵扯到太多的面向 物资是个烫手山域没错 但如何结束这场冲突 以及停火谈判 才能真的阻止这些惨况 TVB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任内第二度 从白宫的椭圆办公室发表全国演说 他阐述美国对乌克兰跟以色列 提供援助的理由 他甚至痛批哈马斯跟俄罗斯总统普清 都想彻底摧毁民主国家 美国国务院更罕见 对海外公民发出了全球警戒的旅游警示 美国总统拜登在周四晚上八点 也就是台湾时间周五早上八点 任内第二度从白宫头颜白宫室 发表全国演说 才刚刚回国的拜登 这次针对以哈冲突和乌尔战争 发表演说 他甚至将哈马斯和俄罗斯总统普清 相提并论 拜登还强调 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同时 也致力于巴勒斯坦人的尊严和自觉权 但与此同时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阶主管保罗 抗议拜登政府持续军援以色列 痛批这样的决定不止短视不公正 而且和美国拥护的价值 被盗而持愤而递上辞职信 但美国国务院却正在忙这件事 由于近期 根据世界各地爆发反美和支持巴勒斯坦人示威活动 欧洲多国又传出多起炸弹威胁 担心发生恐怖攻击 美国罕见对海外公民发布全球警戒的旅游警示 但一波未完又来一波 根据美国国防部表示 这波由叶门发动的攻击可能是要攻打以色列境内目标 TBBS新闻综合报道 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19号表示 21号就要访问埃及 欧盟外长跟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波瑞尔也将同行 米歇尔将应埃及总统赛西的邀请 出席一场中东巴勒斯坦当前情势发展以及和平进程的会议 米歇尔20号也将在华府跟美国总统拜登 以及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举行美国欧盟高峰会 米歇尔说难民可能涌入埃及带来挑战 除了亲自前往埃及表达知识之外 他也会在美欧高峰会上就有难民的议题来进行这重要的交流 英国首相苏纳克与以色列总统以及总理会面 就在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警报声却不断响起 苏纳克没有受到影响表示力挺以色列 但中东多国民众态度跟欧美不一样了 近期不断的上演挺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 出动催泪瓦斯跟水珠驱离 黎巴嫩美国大使馆前仍然聚集抗议 而这场景也在爱尔及利亚上演 全都是为了以巴冲突 民众示威表态力挺巴勒斯坦 中东反以色列行动遍地开花 不过欧洲各国态度依旧很坚定 对媒体发言时空袭警报声没间断过 苏纳克不受影响毕竟这趟来到台拉维夫 就是要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 是否要求以色列对加萨攻击力道减弱 没回答就走人 但也强调即美国宣布人道救援之后 英国也会跟进 法国和德国甚至禁止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 担心可能煽动反犹太行为 在以巴冲突爆发之后 欧洲境内发生仇恨杀人案件 欧盟部长会议也讨论 呼吁颁布更强硬的移民政策 欧洲大国和美国态度一致 但伊朗也没在怕 伊朗14号透过联合国向以色列发出警告 如果不取消对加萨的军事入侵 伊朗会不得已的介入战争 甚至19号又在推特上发出 时候到了的警告 却衍生出小插曲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 直接用贴文莱雅的动作回应 挑衅意味相当浓厚 前从头马英九率领大酒学堂的学子 访问华府 驻美代表小美琴亲自接机 而且在双上缘宴请全团 肖美琴表示 作为国家的外交官 对于现任元首该有的礼遇 都会遵照办理 隔了六年前 总统马英九再次访问华府 驻美代表肖美琴亲自接机 两人之间始终维持着一步的距离 这位感觉怎么样访问 到目前为止感觉怎么样 马英九纽约演讲 建议美国敦促两岸和谈 引来外交部和陆委会批评 不过外交部和马办的隔空交火 并没有影响萧美琴旅行公务 我们做国家的外交官 对现任元首该有的礼遇 我们都会征照办理 谢谢你们来关心 那我们从这边出事 好 谢谢 马英九这次是率领大酒学堂学子访问美国 抵达华府第一晚全团在双向语言接受 萧美琴宴请 驻美代表处表示 晚宴属于私人性质 不对媒体开放 和六年前访问华府相比 马英九这次行程相当低调 没有公开演说 没有大型桥宴 也没有和媒体查续 拜会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 和传统基金会 跟学者的对话 都是闭门会谈 你明天早上要晨跑吗 回去吧 CVB新闻林佳辉 美国华府报道 针对总统大选的组合 蓝白双方虽然还没有共识 但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透露 已经跟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还有这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碰过面了 柯文哲也强调 双方未来如果要联合组阁 国民党会是主力 来到高雄美农 天后共参败 却不见蓝赢小鸡前来 倒是民众党立委参选人 卡在最前排 韩友宜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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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友宜都算时嘴巴臂臂 并以拍手代替正臂 就算蓝赢在这选区 没提名 曾以立谨守奋计 毕竟蓝白怎么和人处于僵局 也让旁人看得交集 好 那今天国民党委屈一点 接受你柯文哲的民调 不管谁胜出 都是国民党组阁 总统人选全民调 配合柯文哲 至于蓝赢全权组阁 这样能不能和 我跟柯市长的沟通一次都非常的盛插 我们一定会做到 希望大家都能够并肩作战 现在现场组阁 侯宜似乎觉得太早了 倒是柯文哲 蓝白一定要和柯文哲再透露已跟诸侯都建了 跟猪跟猴见面 这都有啦 其实都见过面了 刚才不是说我跟猴友一见面吗 聊天 是有聊什么吧 聊天 那什么时候会来筹组这个委员会来协调总统跟立委 下礼拜四会公布 先谈组阁 一致目标是找到胜选组合 2020选战倒数TVBS最新民调显示 政党满意度的部分 民众党要居第一 反倒是国民党变成老三 只不过当被问到政党票又投给哪一党时 国民党以25%领先绿营的23% 跟民众党的20% 学者就分析了 就代表民众党的满意度高 都是因为柯文哲的美丽 到宜兰冲选战民进党总统参选赖清德 即便多份民调占据第一 但不能松懈 毕竟政党满意度TVBS最新民调 跟他本人数字不太一样排在第二 而国民党则是垫底 朱主席不愿多说 或许也跟数字有关 这份民调是在11到17号做的 政党满意度民众党百分之二十九 民进党满意百分之二十八 国民党是百分之二十三 民众党跃居第一 国民党变老三 但是三党不满意度都偏高 至于政党票 国民党百分之二十五 民进党百分之二十三 民众党百分之二十 至于被问到是否要换人做看看 将近六成民众同意 尤其在民进党的部分 算是雪崩湿的崩叠 这都可以呈现出民众对于现状执政的一个强烈不满 我们还是会作为参考 并且用更多更好的政策来回应人民期待 就是接下来就是不分区立委提名 还是不到最后关头 人人有机会 个个没把握 TVB的新闻 简大陈李亚南里 自恒台北宜兰采访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沐远远 19号在防卫省跟澳洲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会谈 两个人同意澳洲参加11月 以及明年2月的美日联合军演 沐远强调 希望日澳能够提高防卫合作的实际效果 在紧急情况之下也能密切合作 马勒斯回应 对于澳洲而言 没有其他国家像日本一样 跟澳洲达成战略协调 日本经济新闻就报道 三菱电机公司宣布 要与澳洲国防部签署合作 开发国防装备的契约 这也是日本企业在国防领域 第一次跟外国政府来直接签约合作 而带您看到尾巴冲突的焦点 以色列跟马哈马斯的冲突现在日益升温 连带中东多个国家局势也相当紧张 我国驻以色列代表处也决定派出撤侨专机 预计20号中午从台拉维夫起飞 下午抵达罗马 TVBS的采访团队也正在赶往以色列 为台湾观众带来中东局势的报道 尤其是中东多国现在反以色列情绪日益增加 各国爆发示威活动 除了对以色列的不满之外 反美情绪也持续扩大中 随着中东局势越来越紧张 以哈冲突升温 台湾驻以色列代表处决定派出撤侨专机 目前掌握的人数是大概有149人 他们都是平安的 而且他们将会搭乘专机来飞往到罗马的机场 今天台湾时间下午5点左右 确切时间我们不宜对外公布 因为涉及到安全问题 今天下午台北时间5点左右 根据外交部表示如果机上还有空位的话 基于人道和互助考量 会提供给有台国家的使馆人员和侨民搭乘 而TVBS采访团队也会持续为观众带来 以色列哈马斯冲突的最新发展 TVBS新闻洪富华刘腿亭张正安 提供我其台北采访报导 而目前遇到的问题 以色列军方说他们还有199人被哈马斯关押 这些人只要怎么样把他们救出来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 以色列除了靠自己的特种部队前往加萨强行救援 另一方面也希望透过蒙博的帮助 像是波斯湾的小国卡达就是跟哈马斯谈判的关键角色 以色列官方确认至少有199名人职被哈马斯组织掳回加萨 其中超过三分之二都是平民 他们的家人持续在特拉维夫的军事总部外集会示威 以色列军方告诉ABC新闻 他们的特种作战部队已经在加萨境内展开行动寻找失踪者 发现了部分遗体但没有找到活着的人 由于人质所在地相当危险 前往矫人的部队成员都是万中选一 由于被掳走的人质数量庞大 除了以色列人也有其他国籍的公民 大多数都是老弱妇孺 以色列官方遭遇强大的国内外压力 必须以救回人职为第一优先 以色列除了靠自己的特种部队前往加萨强行救援 另一方面也透过盟国向哈马斯谈判 人职释放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克比表示 美国正努力确保被哈马斯挟持的美国人职获释 但在目前的冲突僵局中美国施展不开 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委托和哈马斯关系良好的卡达斡旋 由卡达扮演哈马斯和美国之间的传话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十四号旋风式访问四个中东国家 会见卡达总理穆罕默德 波索安小国卡达成为与哈马斯谈判的关键角色 有官员透露卡达一直在与哈马斯谈判 试图确保释放从以色列俘虏的人职 但即使卡达出手 抢救人职行动从来都不简单 以色列2011年曾释放数百名囚犯 换回到哈马斯俘虏五年的异国士兵夏利特 这种换球条件 当时被以色列舆论批评过于宽松 如今在数百名人职被绑架的情况下 也不太可能再以同样条件换球 目前得失被挟持的人职中有急需配方来的九个月大婴儿 三名患有自闭症的儿童 以及一名患有肾脏病和气喘的85岁老妇人 哈马斯声称他们善待人职 一旦情况允许就会释放他们 等不到亲人过来的家属百般交集也只能等待 对于BS新闻综合报导 美国国防部19号公布年度中国军力报告 指出中国已经拥有超过500枚可用于作战的核弹头 而且2030年前可能还会超过1000枚 报告中也指出 2022年中共解放军军机扰台次数是大幅增加 比前一年大增79% 另外中国海军拥有超过370艘的船舰跟潜舰 北军当局已经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海军 一位美国高官表示中国持续快速的推动自身核武力 跟现代化以及多元化武器 而最近几个月以来中共的军机扰台动作不断 但无人机的数量跟种种类现在都不断的增加当中 同时也持续研发各种军用无人载具 面对威胁形态的转变 国防部在航太展过后 也跟了这个民间厂商加大合作规模 无人机大战随着台海局势现在也跟着升温 当无人机成了国防关键字 航太展的外衣效应让军民合作打铁趁热 上周五国防部邀集了国内100多家厂商 进行军用商规无人机的量产说明会 主题聚焦在陆军和海军对无人机的需求 还有招标方式 王部也提出了他未来的作战需求 无论是需要在我们台海 以及周边海域 需要长时间的直空时间的行间针 或者配合我们两栖的战舰 能够在海上向岸边来进行做目标的搜寻获取 为了拓展整艘事业 以陆军为例 目标在2025年之前 筹获重量两公斤以下 短航程的微型无人机1485架 还有72架便于炮兵部队 目获锁定的机型 而海军因应不同环境 分别开出航程较远的陆用型 以及能在舰艇上起架的款式等等需求 型号数量加总 也来到1552架 厂商跃跃欲试 却也提出质疑 事实上军方必须要在深入的提出 自己的这个设计规划 我们如果这个在特殊频率上面 做一个设计的话 那因为特殊频率还必须经过 所谓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审核 才能够使用这样的频率 另外还提出有一个项目 还必须要有这个 厂商必须要给予机动车辆 那这个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 让无人机这个案子 又增压了一些其他的成本 所以这个甚至于对国军来讲 未来多一款车 是不是又会衍生出你后群管理上的问题 意见激荡是军备供应转型的必经过程 必经无人机自主研制 对台湾来说也才刚起步 但是外在环境 逼着国军加快准备脚步 在台湾周边活动的共军无人机 持续加入新成员 除了十月初 首次被国防部披露了一龙二星 能随身攜带的威胁也推陈出新 标榜一个背包就能装入四架 单兵操作下 这款被号称夺岛神器的无人机 能对敌军进行自爆攻击 或是和飞行器互相搭配 从地面对目标发起包夹的无人车组 都获得了中共军方关爱目光 基本上大型无人机 基本上就像一般的飞机 就我在雷达上基本上有能力去监视 甚至于做反制 那中型因为它的雷达截命机比较小 所以我一般的雷达就不容易看到 那不容易看到的同时 在做反制的动作就有相当的困难 那更何况说 因为它雷达截命机小 所以我没有办法看到 但是它却会对我造成相当大的威胁 那不管是就是两亚战争 亚赛拜仁或亚美尼亚战争 或者是俄乌战争 乃至于这一次就是尾巴战争 这是哈马斯恐怖组织 也用无人机成功击毁 以色列的这个主战车 都让我们去思考 反制这些大量小型无人机的重要性 那目前技术上 第一个当然是软杀会最合宜 因为用电波干扰 第二个可能就是用雷射 这些定向的武器 因为它发射成本低 可以抵消这些大量小型的无人机 特别是台湾防卫首大于公 因此国防部的采购清单 也包括了无人机反制系统 为此甚至争取动用第一预备金 理由是近几年外岛部队一再面临敌击空 举个例子 譬如说你现在是晚上12点的时间 这个时候有一架无人机从低空接近 但事实上你卫兵是看不到的 你手上有无人机的干扰枪也没有用 所以未来如何在无人机征收这一块 能够尽快的获得相关的系统 小而密集的无人机 如果结合枪林弹雨 威胁可想而知 研发能力提升和上级无限的另一面 是敌情演变远比想象中的还要迅速 TVB的新闻朱光宏 杨清波业 台湾报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上午抨击蔡政府连年超周税升 虽然超增税收 那么他主张超增的钱 应该先拿来还债才对 不过谈到最近两周年 两度跟联署参选的郭台铭会面 柯文哲说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是否谈到立委选举合作 柯文哲说没讲那么多 批评蔡政府连年超增税收 特别预算空白授权 边撒币边债留子孙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标榜财政纪律 要对国家财政进行多项改革 潜在参选对手郭台铭也纳入请教对象 郭台铭跟柯文哲两周内两度会面 双方谈论议题涉及国阵 前立委邱毅在爆料牵线人是一位重量级企业家 还说十月底以前两人就能整合 只是两人频频接触 甚至在十八号郭台铭生日这一天 柯文哲置政花篮竞选总干事黄珊珊也亲自送蛋糕 而郭台铭也回赠同一天生日的黄珊珊 他最爱的爆爆龙存钱筒 只是结盟也传出是否要涵盖立委选拘 立委倒反而郭总没有谈太多 因为他没有政党他也没有去提名什么立委 人在桃园拜庙的郭台铭没回应 双方恢复联络后密切联系 柯文哲跟郭台铭结盟 看来也势在必行 TV边新闻华少平林志伟 李品仪台北桃园采访报道 而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昨天针对自己背说板凳座三分之一 还有深奥电厂的议题 批评对手柯文哲说谎 今天柯文哲听到之后就笑说 赖副总统终于有反应了 表示彼此的民调应该很接近 新北过票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到细致拜庙 不管是2020还是2024 他都是我的新生中部主任委员 这两个团队变感 赖品鱼都叫谁名 对自家人赖品鱼大力赞许 但对对手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两样情 为了柯文哲声称自己板凳 只坐三分之一 前一天动怒回击 这回公开活动是故意用行动证明 刚坐下来身体往后挪了些 是在告诉外界 自己本来就习惯做好做满妈 回顾当年赖科会照片 好像也没柯文哲说的 拘谨扫心 只坐三分之一 反倒是相谈盛欢 两人笑容满面 不过这毕竟是过去 如今柯文哲对于赖清德指控 也没再客气 当然那个板凳做三分之一那件事情 人家只是在开玩笑讲他就那么在意 我什么时候说我是讲经国自居 我怎么不晓得 前男大也开始气急白坏了 副总统 柯文哲说板凳做三分之一 双方隔空喊话没交集 至于到底有没有登门拜访 深奥电厂仪式 柯文哲在反击 赖父终于 终于有反应了 这表示我的民调应该很接近了 我怎么会说谎 不会啦 2018年3月我们见面好几次 他都把我拉到旁边那小房间里面 跟我讲那个深奥电厂的事 转换的时候他都没有解释说 为什么他之前说要改后面不改 其实我也知道啦 当时只为了苏贞昌的选情 柯赖各执一词 唯一确定的是 政治圈朋友编敌人 再偏一粒 听悦新闻的一句话哨品 李平杨沛宇台北昌报道 都说最好的投资 就是投资自己了 而投资自己呢 当然也包括很多方式 像是投资能力 投资爱好 投资信用 或是投资身体 有人选择了上课充实自己 那么从工作需求到生活 甚至是兴趣 现在的课程有数百种 用生动活泼 浅显易懂的方式 教会学生 看懂财报 运用在生活当中 而过去大部分来上课的学员 都是企业大老板 或是管理阶层 现在也趋于年轻化 我们把心力放在 怎么帮助他们学习 所以比较年长 企业家我们就讲更多的 真正实物的事业经营案例 从台湾美国日本 全球各国的一些大企业家 他怎么去做 那针对线上课程 我们就讲更多 接地去讲人话 他们听得懂的这种生活故事 依照不同年龄段调整课程 主要也是因为学员变得多元 我们事实上在教育市场 看到一个很明确的 一个学习风潮 朝向两个极端发展 第一个因为可能科技变化太快 太集中 比如说元宇宙 AI 或者是各种新的科技出来 所以有一部分的人 非常的紧张 未来 所以他在个人专业的部分 会不断的去学习 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疫情 然后天灾人获的这种影响 所以开始于思考自己人生 到底是在追求什么 所以反而是一些 有关于个人的学习 跟工作完全没有关系的学习 这也是一个两个 很极端的一个学习风潮 社会的改变或许就是契机 而学习的动力 其实来自于想要充实自己的意念 人生被认为是一场自我休息 在不同阶段也会有不同的体悟 也许开始了解生命的意义 或是时间的宝贵 进而将专注力转向自己 最好的投资被认为 其实就是投资自己 而投资自己 其实也分为了投资能力 投资爱好 投资信用 以及投资身体 都算是一种 投资自己 最直接想到的就是能力精进 而投资爱好的目的 不只调剂身心 也为了生活增添美好 像我现在是27岁28岁 然后因为刚进入职场的时候 就是可能对工作上的需求 会比较明显的要一些课程 例如说有些资讯图表的课 或是说像一些职场的人际管理的课 其实我也觉得蛮重要的 然后在除了工作之外的话 我也会去选择一些 比较像是生活品位的课程 从古典乐 面相学 餐饮 甚至学习幽默 谈判课程 到自媒体销售 白白种的课程 满足食物上 或是心灵上的渴望 像过去的话 投资比较会 直接想象到的是财务上的投资 就是可能就是 买基金 买股票之类的 但是后来的话 就是可能毕业之后 就会发现其实有一些 有一些想要学的东西 是大学会学不到的 所以我就会看书 来增强自己的知识 我觉得那个排序的层次 会是工作线 但如果有就是 有余力的话 我就会去选择生活的东西 跟很多很棒的老师 然后去一直开不同的课程 我们其实前几年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能以我们来说的话 精致的现状课一年只能做两到三堂 但现在的话我们可能其实一年 可能会有五到十堂 甚至十五堂的状况 因为其实有越来越多的专家 跟不同领域的权威人士 他们也愿意透过这个形式 然后来分享他们支持给更多人 而投资自己 其实也包含信用与健康 像是信用 代表着个人的价值 至于健康往往是最重要的 尤其经历疫情 唤醒了超过六成国人的健康意识 甚至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 亦或是存在的意义 为自己负责 TVVS新闻 陈静明 谢丹词台北桃园报道 全日本东西对抗剑道大会 日前在冲闲的纳霸登场 今年代表冲闲出赛的女剑士 虽然没能胜出 但她奋战的精神让人记忆深刻 琉球朝日放送QAB 也记录了这名女剑士的赛前点滴 带您一起来看看 睽違61年比赛又来到冲绳东西对抗的剑道大会 可以说是日本舞蹈界的年度盛事 80名选手万中悬一 段位都在六段以上 是登陆日本剑道联盟 202万剑士当中的2% 精英级好手 比赛分成两队上场竞技 今年地主队有三个人参加 其中女性剑士 我喜悟是离华是首度出赛 五岁因为哥哥带领开始接触剑道 中学时期来到全日本第三排名 大学毕业后从事教职 一直都在勤练剑道 目前冲绳只有九名女剑士 我喜悟是离华也是24年来 第一个代表冲绳在大会上出赛的女性选手 平常忙碌于家庭与工作 甚至有超过五年的时间 因为生产育儿还有疫情因素 没有好好投入剑刀禁忌的她 依旧没有放弃 我喜悟的先生也是七段的剑道高手 同样从事教职 更教导剑道 这一次另一半要比赛 他全力支持 负责照顾孩子 让老婆无后不之忧 我喜悟有三个小孩 分别是一岁三岁五岁 在家里逐渐就是玩具 孩子们也未见到妈妈加油打气 我喜悟有三个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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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这次比赛 一周至少四次 高中时戴恩师同伴 还有先进后辈都陪伴支援 一起短练 我认识也认识 我认识也认识 我认识很美 所以我觉得很棒 我认识很棒 好 辛苦了 我认识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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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晞帆 我认识也议 我认识很高兴 我认识很高兴 我认识 我认识会 我认识会 都很高兴 每次的忠誉都在旅程中 改變力 那就是自己的技巧 現在所持有的 全都要求 努力 現身集結 全日本建造界勇者的競技場 我喜屋施梨華 雖然最後未能奪勝 但她奮戰的身影 還是家人眼中最強的勇士媽媽 我真的不確定在周圍 TBS新聞 徐啟邦 綜合報導 龜山島竟然出現聲揚 告示牌上寫著72角 但下方資訊欄又寫了12角 民眾看了魯沙沙 不只告示牌寫錯 照片也用錯 直接用一個龜首的照片 然後貼上個一小時 就把它糊弄成 這就是龜卵傳奇 那也不去考究 看過往能不能留下 真的龜卵傳奇的照片 龜山島位於宜蘭外海 是台灣目前上存的火火山 特殊的地理環境 也造就獨立生態鏈 每年有超過10萬人次登島 但近期舊人發現 島上觀光導覽資訊 多出錯誤 觀光壁畫也並非早期居民的生活樣貌 不只資訊錯誤 還有非當地的野生動物出沒 龜山島上犯養四頭山羊 生態老師又破壞島上珍貴植物 之前就有生態學者對於島上的羊 保存疑慮 就怕會破壞原有生態 但當時東北角封管處回應 會將山羊綁號關起來 之前幾天 台灣基金黨宜蘭黨部主委 林一平上到查看 卻發現山羊根本就沒有綁號 封管處表示之後會再把他們運走 而對於錯誤的地方 也承認表示包裝確實有做錯 要求會在年底前改善完成 紀元新聞檢大陳藍庭 宜蘭相訪報導 中華這棒魏拳龍拿到台灣大賽的門票 現在是三比三 終於棒 替捕上場的曾宋恩敲出生涯 第一支在線安打第十一局中心 逆轉擊敗樂天 不過這一棒最開心的反而是魏拳龍隊 因為確定拿到年度勝率第一 暴走下半季冠軍 台灣大賽 加油 虧問二十六年的季冠軍打擊教練張泰山 感情發文 眼眶裡的淚水在打轉 全隊更是直接到天母棒球場 在觀眾席架一幕烤肉 一同見證封網魔術數字M1順利歸零 搶下直闖台灣大賽的門票 大師兄林志勝也說興奮的跳起來 開心到流淚 龍隊呢在這場保留比賽啊 收下了勝利之後啊 距離他們的這個季冠軍 回回二十年充滿榮樣 又再接近了一步 龍隊十月十五號對上樂天桃園 收下勝利之後 隔四天確認中心兄弟擊敗樂天桃園 富邦漢將聖童醫師 衛泉龍成功奪得隊史第五座季冠軍 也是第三度非資歷封網 有機會挑戰藍牛熊隊史上最速奪冠紀錄 最重要的是隊史第七次打進總冠軍賽 搶下這張門票 包含炸雞披薩都有相關折扣 繼1997年之後 這一刻等了26年 再度瘋狂 讓龍隊球迷們滿滿感動 Tip的新聞連志就有宣傳的報導 感謝您加入這一節的Focus世界新聞 我是韋佳琪 我們再會 字幕視察&字幕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